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Cat 評論顯示 這個舉措加大了婦人申請海外投資移民的難度 達到阻止資本外途的目的 近期 一份由中共司法部和中共公正協會聯合發出的一份通知 正在網絡上流傳 該通知對中國各地公正協會 辦理公民個人境外投資的公正作了新規定 通知要求公正機構要更嚴格審查申請人的 外國銀行賬戶 股票持有情況和財產買賣等 包括調查當事人的身份 業務關係目的和性質 要求當事人提供外匯管理等部門的核准文件 或其在境外有工作的經歷等相關印證資料等 不得採取變通方式辦理公正等 通知還要求5月7日前 各地將落實及查處情況上部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務管理局 和中國公正協會 通知發出時間是4月24日 這份文件在網絡和媒體上引發熱議 北京一家移民中介代理孫麗媒 上星期在其社交媒體帳戶上發貼清 這個通知意味著獲得公正證書和完成移民程序更加困難 推特網民變態辣椒發貼文稱 中國投資移民業務被徹底終止 5月3日 位於中國西南的一家名為國訊公正署的公正員對大紀元表示 近期確實看到一份規範辦理境外個人投資的文件 公正員說 境外投資的這個要問一下 具體要看你辦什麼 我要再去看一下文件 對於開納銀行帳戶 如果是這種的話現在不行 反正就是有這樣的文件 我們也做不到 但出國工作學習這些是正常辦的 旅居美國的深圳企業家黃應國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的公正是由司法局來管控的 這類文件不會對外公佈 只是內部下發 指導內部業務如何操作 其中涉及到對外投資資金的問題 目前停止辦理公正 黃應國說 在中國 公正機構和辦理程序是由官方控制操作的 這個內部文件給有這類業務需求的人發出一個信號 意思是中國外匯管制對資金外流要管控了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5日報道表示 中共當局這個舉措正在加大中國富豪申請海外投資移民的難度 以阻止資本外途 自今年3月以來特別在上海清零封城之後 百度和Google上搜尋投資移民和移民辭調的人數量明顯大增 廣州一階環球移民中介的代理對大紀元表示 目前整體形勢比較嚴格 移民政策門檻設定升高 特別是投資移民在資金解釋各方面都會要求更高 包括資金出去也會比較困難 環球移民中介的代理說 你的錢要怎麼出去呀 反正國家每年是5萬美元的一個外匯管制 具體你超額的話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你自己要去想資金出去的方式 如果我們去幫你把錢走出去 那即是把錢走私到海外 那是不符合規定的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說 現在不僅是投資移民甚至公民旅遊 中共也在這裡限制 基本是要切斷投資移民和公民對外旅遊 據美國移民資料 現在到美國的投資移民 其投資額度已經上漲到75萬至100萬美元 謝田說 一個投資移民一家就可以帶出將近100萬美元 所以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資金流失渠道 謝田表示他還看到一個未來得切核實的報道 中共準備將海外持有6卡的中國公民的所有福利 比如退休金、保險全部切斷 因為他們在海外生活 實際上他們會將退休金、設法轉成外匯帶出中國 這也是中國流失外匯的一個渠道 所以對中共來說現在要將它截住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的報道稱 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中介以及澳大利亞 專門從事中國跨境投資的消息人士證實 投資移民有關規定已經收緊 有投資者說 他們不是禁止移民而是增加了辦理護照公正的難度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更多的審查 比如背景和收入檢查 居住在中國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家溫華 對大紀元說 他對這個制度早有認識 很早就辦理了護照 但是他的妻子前兩年申請護照就遲遲都拿不到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一般人是會拿不到護照 出入境管理處以疫情為由現在都不辦理了 老婆出不去 我不可能一個人帶著錢出去啊 四川成都的趙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他的侄女在加拿大讀書 日前去銀行 匯一萬元加幣的學費給侄女 經過三次審批 辦理完後回到家裡還接到銀行上級部門的電話 再次詢問我侄女的詳情 才給錢轉出去 謝田表示中共防賭資金外流是因為出口萎縮 順差減少外匯短缺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31,000億大部分都在債券上 很多類型是屬於外國的投資 現金是沒有多少的 現在可能有幾千億了 謝田說 中共現在就是要切斷一切可能外資出途的渠道 將所有可能耗費外匯的渠道都要切斷 中共必須保證足夠的外匯來進口糧食 能源、醫藥、醫療產品等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逆餘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紳士國聽》 《紳士國听新聞》 《紳士國聽》 《紳士國聽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